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顶着一头银灰色的卷卷头发 戴了一副圆形的眼镜 脖子上细了一条粉色有白甜甜的丝巾 身穿了一件宝蓝色的毛衣 还有一条黑灰色的条纹裙子 美娜觉得奶奶和奶奶的房子有一点陌生耶 爸爸妈妈什么时候才会回来 美娜你乖 来 你先来沙发上坐坐 他们说明天就会来接你了 美娜呀 你要不要吃橘子啊 奶奶问她 哦 其实美娜并不想吃 咦 奶奶 这是什么 美娜发现了橘子栏里有一张小小的纸条 哎 奇怪 这里怎么会有一张车票啊 我小时候非常喜欢在火车上吃橘子 记得当时啊 吃的橘子非常的甜 就像现在一样 奶奶骚了骚鼻子 开心地笑着 原来啊 这个小纸卡就是车票 它散发了出一股橘子的清香 吃完几颗橘子后 美娜不经意地抬头望向了窗外 没想到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哇 下雪了耶 奶奶 下雪了 奶奶下雪了耶 只见奶奶早已在沙发上打瞌睡了 橘子火车 橘子火车 即将进站 请各位乘客等火车完全停止后再上车 太神奇了吧 奶奶的窗外居然停了一辆新鲜的 橘子列车 橘子火车耶 火车的烟囱喷出了橘子味的气息 在奶奶家的门前停了下来 列车长说 即将进站 小朋友 你要不要上车啊 美娜赶紧将一颗橘子和橘子车票递给了列车长 便快速的搭上了橘子列车 车厢内有一个小女孩 小女孩顶着一头黑色的卷卷头发 戴了一副圆形的眼镜 脖子上吸了一条粉色白点点的领巾 还有穿了一件宝蓝色的制服上衣 还有一条黑灰色的条纹摆着裙 不知道为什么美娜觉得这个小女孩并不陌生耶 小女孩说 她可以用橘子皮做出12种不同的造型哦 美娜也不甘示弱地表演了橘子一口吞的技能 小女孩搔了搔鼻子 开心地笑着 下一站是本列车的终点站 白雪哀哀站 白雪哀哀站 向下车的旅客请紧速下车 橘子列车长说 女孩和美娜下了车 紧紧地牵住了对方的手 缓缓地向前走 没多久 他们发现了一栋小木屋 屋子里传来吱吱喳喳的说话声 哎呀糟糕了糟糕了 快赶不上庆典了 橘子皮怎么这么难播啊 只见好几个兔子雪人们 呼喪着脸说 请问我们可以帮忙吗 女孩和小美娜 想要帮雪人朋友的忙 雪人朋友们点了点头 总算顺利地让雪人朋友们 搭上了橘子皮雪橇了 原来呀 雪人朋友们刚刚就是赶快 在剥橘子皮要做成雪橇呢 美娜和小女孩也各自搭成了一片 橘子皮做成的橘子雪橇 哇 真是太好玩了 美娜高声地大喊 所有人都咻地 从山顶上滑到了山丘底下 哇哦 好大的橘子树哦 眼前有一棵 结满了满满橘子果实的橘子树 庆点马上就要开始咯 雪人朋友们大声地说 谢谢你们的帮忙 兔子雪人 递了一根火柴给了美娜 美娜点燃了橘子炮台 圆圆的橘子烟火 顿时布满了天空 哇 好漂亮的橘子烟火了 此时女孩和美娜搭上了回家的火车 在窗外的烟火庆典仍然持续着 昏暗的夜空下 女孩和美娜的眼中闪烁着缤纷的橘子光芒 美娜 你要不要吃橘子 小女孩突然开口说 好啊 谢谢 不知道为什么 美娜此时想起了奶奶 美娜回到了奶奶家里的沙发上 发现奶奶还继续在睡觉呢 隔天早上 美娜和奶奶一起出门散步 奶奶 我可以用橘子皮做出十二种有趣的造型哦 奶奶你要不要看看 美娜牵着奶奶的手 奶奶搔了搔鼻子 开心着笑着往前走 小朋友们 故事说完咯 听完了这个故事 你们是不是也开始想念了自己的奶奶或是阿嬷了呢 有空多去和奶奶和阿嬷们聊聊天 听她们说说以前她们经历过的往事 或许会发现一些许多有趣的故事哦 哈喽小朋友们 如果喜欢听温妮妈妈说的故事 不想错过更多精彩内容的话 记得要请爸爸妈妈帮忙 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次见 未经许真正的许多著